好,Kevin要介紹的主題是BEDROM 哈囉大家好,我是Kevin 然後我們團隊是BEDROM 那這個坑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來成為一遍佛霞這樣 然後BEDROM其實是 好,不好意思 BEDROM其實是蝙蝠俠裡面 就是最新的電影裡面有一台很帥的車子 那要在成為蝙蝠俠之前 我們要先問一下我們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Why so serious? 那這個故事的起源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5月的時候台北市政府公佈了一批開放的數據 那有一個數據是這樣 就是它是富佑的 如果有人富佑然後因為資產不好 所以在某一些小巷子小角落或是在哪些路上受害 那台北市政府把它公佈出來 放在開放資料裡面 那也有人把它做成地圖 那我們就想說我們可以把這個資料拿來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實際上去看了一下台北市政府給的這個資料 那他的資料其實是分成1到3月 然後我們其實仔細去看一下發現 他說他最新更新的時間是8月10號 但其實他的收入時間還在1月3號 裡面的資料也實際上在1月3號 所以這個人我們明天會打電話給他 因為今天他還在休假 所以明天打電話給他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拿到更多的資料 那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跟我一起打電話 就是他的名字 那個電話信箱都在這裡 好那 回歸來我們的project這個坑到底想要做什麼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 在這些點上面 在這個地圖上 我們可以第一個其實可以去分析 我們會發現原本想說 看這個點的分布會覺得好像萬華區應該會比較高 那其實發現會中正區比較高 所以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 呃 第一階段 我們希望可以做出一個 行動版的 比如說你今天拿著你的APP 然後他會追蹤你的GPS的位置 那你走到那邊的時候 他會跳出來跟你說 這邊要小心一點 因為最近有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這個點是一個犯罪熱點 那他會跳出一個通知跟你說 你最近要小心一點 那第二個 其實就回歸我們的bedroom 那個drone的意思是五人機 那個五人機的意思其實是這樣 就是我們希望 再把台北市的所有的監視器 可能會從邊緣的地方開始 把監視器變成監視的drone 監視的無人機 然後希望無人機 那些監視器飛起來 那你今天就可以用你的 用你的APP 按一個按鈕說 我今天希望他跟著我回家 甚至可以把你的影像直播給你的朋友 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他 呃 我們會分階段來做 我們可能會先巡航 就是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直接做到Hive Follow你這樣 那我們 就是會先從巡航開始 他就是你 你一定會看到 有可能會看到監視器 就在路上飛來飛去這樣 對 那我們已經在克服一些 議題上的問題 因為軟體上比較容易做到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配合跟你這樣 好謝謝 謝謝